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個 負離子的牙刷 那它比較 之前的版本 它包裝是長這樣 之後呢 它包裝有改過 變成這個樣子 那裡頭東西呢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看它的這個型號 還有它的條碼 都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之前的包裝 好,那 它後面呢有做一些介紹 它是利用 電池的負離子 然後把這些磁垢 給代理 那它的這個刷頭的部分 是可以分離的 所以可以直接更換 壓刷的刷頭 那一般是建議 三個月要換一次刷頭 好 那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它是從 看一下這邊有開口 好 看一下它後面 它刷頭呢 要安裝的時候非常簡單 直接就是把這個本體 然後 插到底之後 這邊卡一身 好,這樣就完成了 好,那要更換的時候呢 就是用力 這樣子拔起來 就可以了 那使用的方法呢 也很簡單 它這個其實是 根本就 不需要牙膏 所以呢 就是刷頭 這邊把它沾濕之後 好,那手 就是觸碰這個金屬板 這樣就會有 這個 負離子產生 好 那 因為它這裡面有一顆 電池的關係 這邊呢 也可以檢查它的電池量 就直接按這一顆 好 它這邊 燈如果有亮 就代表它還是有電的 比較可惜的是 它電池沒辦法更換 它是藏在這個裡面 那電池如果用到煤電的話 就只能丟棄 不過它的刷頭是可以更換的 好 那因為它是利用負離子 所以其實呢 你在用的時候 是不需要用牙膏的 那如果是要旅行的話 就攜帶比較方便 就不要再 帶牙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邊也有介紹 嗯,這是公司 然後這邊有剛剛講的 按按鈕就可以確認 電池還有沒有電 那它這邊有說 電池收命一天15分鐘的話 可以用一年 電池是沒辦法更換的 好,那 使用的時候就是 手要去觸碰 這個金屬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後來包裝改了之後呢 這一把 其實差不多 後面一樣有圖示說 它是利用負離子 裡頭有 裝一顆電池在裡面 然後呢 利用負離子 把持構帶走 好,那 使用方法一樣 刷頭 接上去之後 然後呢 手要碰觸這個 金屬板 好,那一樣 這個要拆的時候呢 可以直接這樣把它拆下來 好,那這是 這一個 按鈕檢查電量 好,那我們一樣打開看一下 它這邊有開口 好,它這邊有一個圖示 就是它換的方法 它改成用扭的 我們來試看看 一樣就是 這樣子先安裝 好,那 拆的時候 我們把它用扭的 可以 這樣就可以把它扭下來 所以你要用拔的 用扭的都可以 好,以上呢 就是這個 負離子 壓刷的開箱介紹 雖然它裡頭有電池 但是這個不是電動壓刷 好,不要搞混了 好,以上就是這個 負離子壓刷的介紹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留言、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